好,看看這題的結構,一開始給你一幅圖,見到圖的話,我們首先要看看幾樣東西 第一樣就是這幅是什麼圖,當然就是 好,這個Bus Service的巴士福墓,現在的圖中看到,Demand減少了 Demand減少了,即會有些其他因素,令人不搭巴士 其他因素,即是不是在價格以外的其他因素 好,看看有什麼給你選擇,第一個 這個,Increasing tolls fee for Texas,Using Cosa Tunnel 這裡又說另一種產品,的士,我們馬上要考慮Taxe和Bus的關係 它是一個subjecture的關係,即是乘搭的士就不搭巴士,不搭巴士就搭的士 現在少了人搭巴士,即是換的話,應該是多了人搭的士 我們看一看,如果的士是加價的話,在的士的幅圖上就會加價,加價 加價,P升,Q就會跌了 即是說,在的士的幅圖中,應該是少了人搭的士 少人搭的士就會多了人搭巴士,因為它們subjecture的關係 但是現在是減少巴士的地點,所以這個就不適合了 然後看到B,Increase the infrequency of course harbour bus service 多了巴士,這個就跟消費者沒有關係,是跟供應有關係 這個是increasing supply的,所以這個就不適合了 好,C,Fall in wage rate of bus drive 這個也是成本減少了,導致那個supply就會上升,所以這個也不相關 答案只會是D,為什麼D是正確呢? 它就說MTR又是另一種產品,一看到這個產品 我們就要考慮一下我們題目所問的產品的關係 它就說它減價,MTR和Bus也跟的士和Bus一樣是一個subjecture的關係 如是者,MTR減價的話,即是P跌,Q就會上升 好,即是多了人搭MTR,自然就會少了人搭Bus 因為它們的subjecture的關係